2018年奖家大亚运会女子50米洋用决赛,中国选手刘湘以26秒98的成绩获得冠军,并打破赵金在2009年世纪赛创造的27秒06的世界纪录。 这是本次亚运会游泳大象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,目前中国勇军保持的世界纪录有4个,孙杨的1500米字,张林的800米字,刘四哥的200米碟,而50米样由赵金变成了刘湘,也就是说,刘湘是除了孙杨版,目前保持世界纪录,唯一的中国勇军现役成员。 我们要说,凭借这一个世界纪录,刘湘容胜中国勇军新一切。 刘湘,1996年9月1日出生余生于广东市广州市,2015年,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的一举夺魁,让面容娇好,长发飘飘,笑容灿烂,身材高挑的刘湘一下子进入打众的视野。 很多人对于刘湘的评价就是女神,然而因为没有太过硬的成绩,外界对她的关注,更多的是外貌而不是竞技层面。 正因为如此,刘湘开始了改变,就在北界亚运会之前,刘湘在美国集训,为了能够提升自己,刘湘甚至被晒成了黑炭。 作为一位对容貌很自信的选手,此番她为了自己首次亚运会彻底拼了,赛后,刘湘也将自己打破世界纪录,的功劳,归功于本次亚运会前的美国集训。 当然,刘湘也不是突然爆发的,去年全运会,不搭配和归来后,一直默默势力的刘湘一名惊人,打破了日本名将持江林华斯的亚州纪录。 可以看到,刘湘在东京周期,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从她的微博中来看,刘湘的见解是美少女,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 这展现了刘湘的野心,刘湘渴望着摆脱女神的包袱,不想靠脸示范,她做到了,后机不发的刘湘,目前前景一片光明,要知道,她的主项短距离自由有项目,还没来呢? 感谢观看